中文字幕——YK 在这之前,受美师长各种手段的影响,中东已经有诸多国家陷入混乱,比如利比亚,执政者卡扎菲,越南逃上断头台的命运。 相比而言,叙利亚没有成为下一个利比亚,自然颇无让外界感到欣慰。 究其原因,俄罗斯不遗余力的力挺,固然是最主要的因素,但除此之外,另外三个原因,也同样影响深远。 首先在介入到叙利亚战场之前,影响力最为强大的美军,已经在阿富汗战场深陷多年,所以在叙利亚军设力量匮乏和基金供应受阻的情况下,美军只能在当地扶持带领人。 先是叙利亚叛军,后是库尔德武装组成的叙利亚民族军,但相比作战体系成熟的俄罗斯军队,差距仍然存在,并且被逐渐拉开。 第二是伊朗的及时介入。 虽然现在提起来的时候,俄罗斯被普遍认为作用悲凡,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,早在2011年的时候,叙利亚内战就已经爆发,而俄罗斯空前军的加入时间,是在2015年。 其间四年的真空期,完全是在靠伊朗支撑局面。 所以时至今日,叙利亚对伊朗也感恩戴德。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,过去数年,以色列增伐。 懂过对叙利亚数百次的空袭,目标无一例外都是伊朗,但即便如此,叙利亚仍然在本土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,允许斯拉势力的入驻。 除此之外,伊朗或美尼斯想在叙利亚的慢言,也不被遏制。 阿萨德坚持到如今,最应该感谢的,当然还是叙利亚的军队。 八年战争,叙利亚此上的军事多达十余万,不排除期间有投敌变解者。 但与此同时,存在更多的军事在先自低微,招呼宝希的情况下,还是选择追随阿萨德政府,用行动抵挡入外来军的侵战和叛变者的内乱。 从最初的仅仅被靠大马士革,到如今,已经控制了全国七成以上的领土。 他们才是叙利亚的真正英雄和救世主。 军官,在表面中的阅亚的状况上,留名化带内 заmanuel投资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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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